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通过试这两款酒一起来探索葡萄酒是不是越老越好喝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好奇一下 你喝过最老的葡萄酒是哪一年的 你可以在弹幕上分享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诗阳品酒生活 我是诗阳 带大家品酒品味生活 那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老规矩 我们倒上一杯边喝边聊 我呢 自然会喝这两款酒 那你现在在喝什么我也很好奇 你可以在弹幕上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老酒 所以呢 如果你能找到一瓶老酒 倒上喝着 我们边喝边聊就更有意思了 那这两瓶酒都是来自于意大利 Baroolo产区的干红葡萄酒 那如果你对意大利酒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你应该都听说过Baroolo这个产区 那里用的葡萄品种呢 是Nebbiolo Nebbiolo 那这个风格的酒呢 是一个结构非常强劲的一个葡萄酒 它的酸度高 单宁高 酒体饱满 酒精也比较高 而且各方面呢 集中度一半也都不错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适合成年的一个风格 2013和1964这两个年份在Baroolo他们各自都还是不错的年份 那通过对比这两款酒 这两瓶都是同个国家 同个产区 同样的葡萄品种 年份水平也差不多 我们通过这样子一个对比去试一下 到底是新的好喝还是老的好喝 那我说新的 其实201310年的酒 对大部分产区来说已经算是比较老了 但是对于Baroolo这种成年潜力非常强的风格 10年的酒还是很新的 那我们先试一下这个2013年的 2013年这个呢 看颜色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中等偏淡的一个砖红色 棕红色的一个颜色 如果是其他的葡萄酒 如果颜色是这样子呢 应该是很老了 但是内比奥罗它颜色变成这样子还是比较早的 来试一下它的香气 这款酒就是一个非常成熟 一种烘烤的红果的感觉 就是像红李子 红樱桃 然后还有一点点香料 像八角 有一点点干花 干玫瑰那种味道 它也出现了一些三类香气 比如说蘑菇 一点点焦糖 然后一点点熏肉的味道 所以呢 这个酒主要还是一类香气 二类香气不多 它主要是旧橡木桶成酿的 大家都知道新橡木桶会有一些橡木桶的味道 比如说一些香草 一些烤香料的味道 但是呢 这个是用旧橡木桶成酿的 所以呢 橡木桶的特征就不会特别明显 试一下它的口感 那这个酒是个甘性葡萄酒 酒体饱满 酸度比较高 酒精度也比较高 内比奥罗的丹宁 它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丹宁 丹宁比较高 在嘴里的色的感觉呢 非常明显 这个色的感觉是从前面 然后慢慢慢慢的延伸到整个口腔 是一个非常紧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对于一个内比奥罗 对于一个年轻的内比奥罗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然后它的集中度和 各方面的鱼味呢 也是重量偏上的 整体来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酒 也是一个各方面从结构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的酒 所以这个新一点的酒好喝吗 我觉得这个酒现在喝着愉悦感还是挺好的 主要就是欣赏它的成熟的果香 红果 还有一些花香的味道 一些香料的味道 像这八角 然后呢 一点点三类香气 这种沉淀出来的香气 但不是那么多 但是足够给它一定的层次 一定的复杂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酒现在喝着其实已经挺舒服了 那等一下我们要试一下这个1964年的Barrolo 就是比它老将近50年的酒 看一下更老的酒是不是更好喝 说去老酒 我们先想想大家为什么会选择买老酒 你有没有觉得老酒就是比新年份的酒更特殊一些呢 其实泡开味道 老酒本来就有一些让我们去选择购买它的理由 首先老酒整体来讲会相对更稀缺一些 比如说这一瓶1964的 我看它后面写的装平了9860瓶 然后呢 这是第4359瓶 那每一年都会消耗一些 那越往后这个存货的量 整个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量就越少 在这9860瓶里 现在60年之后 我觉得全世界市场上流动的量 也就几百瓶甚至几十瓶 也就是说这一瓶现在是当时 差不多一万瓶剩下的最后的几十瓶 所以呢 就是因为它稀缺 大家也会觉得它更有价值 更特殊一些 那第二点就是葡萄酒大部分是有年份的 那这些老年份的葡萄酒 在一些庆祝性的活动上就能派上它的用处 比如生日聚会的时候 开一瓶生日年份的葡萄酒 比如说一个六四年生的人 我们一起吃个饭 然后呢开瓶六四年的酒 是不是逼格就上来了 是不是就更有意义 那在这一点上葡萄酒还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很少有食品或者饮料 可以有年份 并且能找到几十年前的年份 另外老年份的葡萄酒 通常也比新年份的要贵一些 尤其是那些在成年后的 并且在一个比较巅峰状态的 适应期的那些酒 通常会比新年份要贵很多 所以呢这时老年份的葡萄酒 就会更特殊一些 那当然如果有些酒它太老了 已经远远老过了它的适应期 完全失去了它的品鉴价值 只剩一些收藏价值的话 那这样子酒的市场价格 可能会再回落一些 夏天来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618也要来了 那我的店里呢也增加了很多新品 尤其是一些适合夏天喝的葡萄酒 那如果你在618期间想吞一些葡萄酒 从现在开始到618都有各种各样的折扣 如果你有任何葡萄酒的需求 欢迎来我的店里看一下 粉丝们都有粉丝的折扣 刚才提到适应期 我们现在来聊一下 一瓶新酒到老酒 这个成年的过程都会经过哪些阶段 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葡萄酒里面的香气分类 葡萄酒的香气分三个类型 一类香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葡萄自身的味道 也就是葡萄自身在酵母发酵之后产生的味道 通常包括一些果香花香 一些草本 一些整体来讲比较新鲜的味道 二类香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酿造和熟化过程中产生的味道 也就是在酿酒酒庄里产生的味道 这其中包括一些桶的味道 比如说香草 一些烤香料的味道 还有在白葡萄酒里可以找到一些 MLF 也就是瓶乳酸转化的味道 不是所有酒都有 但是有一些可能会有这样的味道 这样的味道包括一些奶香 一些奶油的味道 再就是酒泥沉酿的味道 包括嚼筒的味道 这就包括一些酵母的味道 苏打饼干 或者是正在发酵的面团的味道 那三类香气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沉年的味道 也就是一款酒 它酿好了装瓶 装瓶之后 它沉年 在沉年过程中 自己产生的味道 这些味道包括一些 鲜一点的味道 复杂点的 一些陈就点的味道 比如说像果普 皮革 熏肉 这样子的味道 为什么讲这三类香气呢 因为一款酒 从年轻的时候到老的时候 这一类二类三类香气的平衡 是会有变化的 它在年轻的时候 一类和二类香气会多一些 它在非常老的时候 会主要是三类香气 因为有这样子的变化 我们可以在品鉴一款酒的时候 通过观察它的 一二三类香气平衡的比例 去推断这款酒 它的沉年状态 在沉年的过程中 除了香气有一定的变化以外 一瓶酒的结构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那如果你对结构这个概念 有点模糊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我之前的一期视频 在那期视频里 我有详细讲解 结构是什么 都有哪些元素 和品鉴每个元素的实操技巧 非常建议你去看一下 葡萄酒的沉年状态 我把它分成五个阶段 新酒 沉年上升期 巅峰期 衰老期 和已经死去的僵尸酒 新酒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一瓶酒 刚装瓶 这时候呢它是最有活力的 它的结构也是最强的 而且呢 从它的香度角度讲 基本上只有一类和二类香气 没有任何三类香气 因为它还没有经历任何的沉年 喝这个阶段的酒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喝它最新鲜的花果香 并没有去寻找太多的三类香气 带来的复杂度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沉年上升期 上升期的时候一款酒还是非常有活力的 除非你遇到了一个进入闭色期的酒呢 闭色期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了 在沉年过程中 在上升期的时候 一款酒的一二三类香气平衡 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它会在不减少太多一类香气的同时 会有一定的三类香气的增长 也就是沉年的味道的增长 那这样子呢 会增加这个酒的复杂度和它的层次 一般情况下也会增加这款酒的愉悦感 上升期的酒它的结构呢 也会比新酒要柔和一些和谐一些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如果一瓶酒它在新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就不平衡 有一些结构上的缺陷 那它在沉年过程中 未必会有品质提升的效果 反而有可能会越放越差 这些缺陷呢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如果想让一瓶酒通过沉年 提高它的品质 提高它的愉悦感 那它的前提是 它在一开始就是一瓶平衡的好酒 巅峰期是一瓶葡萄酒 在沉年过程中的最佳状态 也是喝起来一般情况下 愉悦感最好的状态 巅峰期的酒既有良好平衡 并且细腻的结构 又有复杂有层次的香气 它既有一类二类香气 保证它的活力 它的新鲜的花果香 又有沉年出来的三类香气 给它足够的复杂度层次 所以巅峰期的酒 可以给你带来最有意思 最有层次的评价体验 衰老期的酒其实也不是不好喝 但是你能喝得出来 它正在走下坡路 你能喝得出来 它慢慢失去它的活力 它的一二三类香气的平衡 也更偏向三类香气 它并没有那么多的新鲜的花果香 然后它的老酒的味道 会比较重一些 而且酒的结构也在慢慢散架 你能喝得出来 它的酸度没有那么新鲜 量好像也减了一点点 而且丹宁好像量也少了一些 它的酒体好像喝着也单薄了一点 最后这个阶段也就是死去的僵尸酒 那这样子的酒呢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活力 它的一二三类香气的平衡 基本是百分之百三类香气 没有任何新鲜的花果香 然后喝起来纯是一些焦糖味 皮革味 熏肉 甚至一些铁锈 还有一些很奇怪的 这样的酒我觉得说实在的 不是很有愉悦感 而且小白如果喝到这样子的酒 应该会觉得挺恶心的 那这样的酒我一般打开以后 如果 鉴定这个酒已经到了僵尸状态 我可能就炒个菜 做个沙拉 差不多就这样了 酒在成年的过程中 其实瓶中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在发生 那这个化学反应呢会导致 有些成分会增加 有些成分会减少 有些成分会有变化 所以所谓的上升期 巅峰期和衰老期 是我们把这个化学反应的过程做了一个分段 那这个分段其实又是我们个人 对各方面指标的一个平衡和状态做的一个分段 那这件事就因人而异了 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喝年轻一点的 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喝老一点的味道 那他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巅峰期呢 就可能会往前或者往后推一些 这也很正常 所以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朋友 他正在喝一款很老的酒 他觉得状态也不错 但是你喝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酒已经老过头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喜好和接受程度上有一定的不同 但是不排除也许他花了不少钱买了这瓶酒 但是不愿意承认这瓶酒已经变成一瓶醋 那他就在自己欺骗自己 或者是他自己也是觉得这个酒不行了 但是还是嘴硬 不愿意承认 所以呢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在买酒的时候该怎样选择呢 怎样才能买到适应期内的酒呢 那适应期又是什么意思 其实适应期通常我们是指 从上升期的中间到巅峰期的末尾这一个时间段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不是所有酒都适合陈年 不是所有酒都能通过陈年有品质或者愉悦感的提升 其实市面上95%以上的葡萄酒都不适合陈年 都适合在他年轻的时候喝 比如说在他年份之后五年内喝掉 因为这些酒呢 它主要是吐出它的花果香 它的一类香气 它陈年之后并不会有任何提升 反而有可能会散架 那这也解答了我们一开始一个问题 葡萄酒是不是越老越好喝 那其实答案就是 95%以上的葡萄酒 尤其是比较便宜的廉价的口粮酒 在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比如说八年或者十年以后 它一定是越老越难喝的 那些适合陈年的酒 在年轻的时候喝它其实也可以很好喝 但是如果你让它再陈年一段时间 也许它可以给你更多的愉悦感 那一般情况下这类的酒 在八到十五年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应期 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笼统的 那如果是品质好一点的 结构强一点的酒 那可能能推到二十年二十五年 那再往后基本上就想买彩票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一瓶葡萄酒 尤其是这么老的葡萄酒 它的陈年的过程和结果 与它的存储环境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一瓶酒越老 它经历的存储环境 就越杂越有可能遇到有问题的存储环境 另外一点就是 就算是同一款酒 同一个年份 每一瓶之间都有可能有一点差别 这个叫瓶叉 这个是指灌装的时候 酒液可能有点差别 瓶子当时的卫生可能有点差别 木塞可能有点差别 那木塞的差别就导致 它的密封状态的差别 和氧气交换的差别 这些当时小的差别 在几十年之后都会被无比的放大 所以酒越老 这个状态范围就越大 所以你买中一瓶 状态好的酒的 概率就越小 那就有点像买彩票了 那酒越老 这个彩票就越难中 我面前这个1964年的 其实我中奖的概率不大 但是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试一下吧 看看我中的是头冬奖 还是感谢参与 下次好运 这么老的酒 它的酒塞很有可能老化很严重了 而且有可能泡得很软了 或者是干得酥脆了 总之开这个酒塞的时候 很有可能断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子的 普通的海马刀 还是很有可能把它开断的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需要用 至少是用一个老酒开酒器 比如说这样的阿搜 老酒开酒器 但最保险的还是Duran Duran结合了这样子 螺丝和阿搜的设计 这个酒塞的样子还是 有点恐怖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酒塞已经老化非常严重了 一股酱油瓶子的味道 试一下吧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颜色基本上是纯棕色的 颜色几乎是一个马德拉的颜色 哇 就是 醋润蛮重的啊 这个酒液 我觉得差不多已经死掉了 哇 好吧 这个就是感谢参与下次好运了 就是很明显的醋的味道 那种雪莉的味道 雪莉Olo Rosso的感觉 对没有任何新鲜的果香 然后是一些一点点焦糖的味道 但是酱油味特别重 酱油味醋味 然后那种一点点熏肉 但是熏肉都不多了 就是那种酱油还有醋的味道 就加点香油 然后我就可以做个酱油香油醋了 嗯 试一下口感 啊 完全散架了 一点活力没有 就是啊 我喝过很多老酒 喝过比它老的 但是这个酒的状态真的不行了 也就是说我买这个酒完全没有中奖 然后这个钱完全是搭水漂了 就是 弄着玩吧 哎 回来一种那种 999感冒0的那种味道 如果我总结这个酒的味道 我觉得就是那种 巴兰根克利999感冒0的味道 加上 镇姜香醋 还有一些酱油的味道 嗯 所以简单讲 这个酒完全是死掉了 完全就是个僵尸酒 所以其实这瓶酒一点也不好喝 说实在的有点恶心 但是其实我买这瓶酒的时候呢 大概心里也有个数 我知道买它的时候就像买一张彩票 其实中奖概率不大 其实我喝过不少60年代的老酒 甚至有一些50年代的状态还可以不错 但是整体来讲 老到这个程度 能中奖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当你买老酒的时候 酒越老你的中奖概率就越低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去买老酒 因为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年份 为了这个年份的意义 大家也愿意去买这个特殊的仪式感 但是如果你的运气好 买到了一瓶状态好的老酒 那它一定会给你带来非常有意思的惊喜 并且能给你带来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味道 是任何食品或饮品 无法给你带来的复杂度 藏刺和愉悦感 那日常买酒的时候 为了保险 我还是建议你买一些比较年轻的 尤其是苦粮酒 尽量买一些三到五年之内的 如果是一些比较能成年的类型 那我也建议你不要买太老 其实8到15年这个范围内就已经足够了 那如果你想买一些老酒 你要清楚这一点 酒老到一定程度就是在买彩票了 那如果你是刚接触普老酒的小白 我建议如果你有这个机会 多试一些老的酒 越老越好 各种各样的老的酒 只有喝了一定数量的老酒 你才有经验去判断 每款酒它在成年的过程中 到了哪个阶段 虽说买老酒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有时候踩个雷 也是一种学习 所以呢这个过程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你对葡萄酒感兴趣 你想多研究一下 多学习的话 其实每个雷踩的都还是有意思的 而且踩了一定雷以后 你才知道以后如何避免踩雷 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葡萄酒是不是越老越好喝 95%的酒 是适合在年轻的时候喝 所以它老了并不会更好喝 4.999%的酒 好多酒 是在陈年一段时间会更好喝 但是呢 这是有一定的极限的 那再有0.0001%的酒 在很老了以后还可以好喝 但这时候你就在买彩票了 中奖的概率非常低 但是可以说100%的酒 都是有生命的 你把它陈年到最后的最后 还是会死去的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并且发给更多朋友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建议 你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里 或者打在弹幕上 我每一条都会看 那如果你对 品酒和精品生活感兴趣 请记得关注我 因为我会经常发精彩的内容给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